《南中国海》 围绕在台海课题 南中国海主权 以及最新的TikTok法令争议的氛围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行程 来到了北京站 并和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会面 中方警告 两国关系已经是螺旋下滑 因此呼吁美国 在国家主权课题上 不要多加干涉 更不要在发展利益上踩踏红线 王毅还直言 中美关系即使回复到过去 理应也要迎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吃过了上海小笼包 还去了外滩打卡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星期四结束了中国上海行后 星期五在北京和中共政治局委员 兼外交部部长王毅会面 双方时隔一年后 再一次坐下来面对面 商讨牵动中美关系的重要事项 王毅在对话上 要求美国不打压中国的发展 不在涉及中国的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上 踩踏中方的红线 他也敦促美国 尽快解决日益加重的分歧 否则两国关系将面对 螺旋下滑的风险 中美是坚守 稳定向前的正道 还是重逃螺旋下滑的处置 是本来美国目前的重大问题 也考验了双方的诚意 双方是以理不及合作 以理不及合作全球性问题 没有多余的寒暄 双方直接切入重点 布林肯子表示 面对面沟通 解决两国分歧的重要性 这次的会谈中 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 也是商讨的重点之一 此外 布林肯也向中方传达 必须解决中国分泰尼毒品的危机 在短短的20天内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 和身为国务卿的布林肯 先后到访中国 显示中美双方都有意加强沟通 但美国方面准备加强 针对中国企业的管制以及税收 中方也不甘示弱 坚决维持强硬立场 无论如何 王毅也表明 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 但应该也能有一个好的未来 两国应该保持合作共赢 承担大国的国际责任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既然 visiting 新世界gendeine Pros 云 享 Low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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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h 未 未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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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